好了 这样 并不能说痛 而是说希望对方的苦 我们可以做一点奉献 但是当然它可以让你有一点感觉 它跟你有缘 有缘 就像这边的小孩子 有一个在哭 他只会去找他妈妈 他不会找别人 对不对 跟他有缘的 或是你在这边有一个老人生病了 他会去找他的儿女 他不会随便拉人 那只是说 在不一样的状态 我们还是要用悲心去对待 虽然我们自己怕痛 这个我词 你还要把它超越过去 但是如果你没有面对很多苦的境界 你就超越不了那个我词 这个苦就是因为我及我所 我觉得我的身体 所以早上讲 连这个骨肉之躯你都放下 当然如果另外一个讲法 也可以这样观修 他当然我的身体了 那我布施我身体给他 我布施我功德给他 那你可以借这个机会 做各种的方法 去观修 但是观修还是不离开悲心 但是无论如何观修 不能够离开空性 因为这些 就像伦伯切讲的 到底是白天是真的 还是做梦是真的 所以这个做梦 让你知道它是假的 这个就是回到白天的见地了 你要把白天所看到的 所拥有的 都当作是做梦里面的假的 在时间空间你都要超越 这个大小分 这些有没有 这些你要超越掉 那这个是大乘最重要 一个观念 中观的观念 你必须把这些超越掉 不然我们都很喜欢在 被称赞 怕被侮辱 健康 怕生病 有怕没有 在一起怕分开 因为我们都是在这种相对的 那当然我们愿意修行的人 必须征服自我这个 但是我们征服自我的过程 都不是为自己 没什么好高兴的 早上讲 知贪 离贪 而不欣喜 赶快把这个贪念 我自己离贪的过程 知道别人在贪也很苦 而生起大悲心 知道别人能够离贪 而生起大慈心 简单的说 从你的贪就转为 对众生的慈悲心 这样各位了解吗 你要一直修这个 那这个不是一天可以完成 这个是你的命对 每天有这么多境界 贪嗔痴 爱然执着 马上都转为立堂的悲心 你才可以成就 菩萨的他心智 不然你怎么度众生 因为你不知道众生的病因在哪里 你怎么度他 那这个病 就像学打针针就一样 你必须扎过自己的过程 你才可以去扎别人 自己别人扎我们就过痛苦了 自己自己扎 还要不怕痛 那你必须由 出离心转变为大悲心 究竟解脱众生为成就 所以一定要有菩提心 为了圆满菩提心 所以你要有万法平等 而且接触万法的空性智慧 所以你必须要 你必须接触 你虽然说这个灯是空 但是那个木板 你也要彻底了解 它缘起的存在 怎么存在 它本体也是空 而且要求到 自他不恶和为一体 那这些 当然我们从我们的 娑婆世界 是成佛最好的地方 娑婆世界一天超过 极乐百年 各位都会背 那是因为这边很复杂 很复杂 你又能够 在佛力的加持之下 你要齐请三宝加持 齐请阿弥陀佛加持 然后呢 又能够利用这个来修 福慧双修 透过众生对你的侮辱也好 透过众生需要你帮忙的 布施也好 所以 那我想各位 简单的说 可能各位要经常 有一点时间去 去多观修 从经典 从善知识 把这些理论 一直累积 因为 一个老医生 跟一个新手 那是两回事的 老医生 他经验太大了 看你的脸摸一下 也知道你什么病 但是这里面有一点 人也不是光这一辈子 如果一个人 有虔诚的 对三宝的信心 乃是所谓对上师的前进心 乃是对众生的悲心 你累积累世的 因缘力 过去的善根力 都经验都会跑出来 就像说 禅修开发神通一样 我们开发的 还不是神通 是在利他里面 累积累世的 生命经验 都会有 所以 这样你就有 就像你开飞机 已经开一万个钟头了 什么飞机你没开过 大家相信 因为你的经验 你还可以成为 别人的老师 所以 无论从菩提心也好 从慈悲心也好 从 思维空性也好 这三方面 都可以把你过去式的 很强的 很快的拉出来 就像很多人说 这个一唱我就会 这个一不经 我一看我就很熟 这一点我就有感应 就像各位常常 我 读完一遍地藏经 我自己就觉得 我太熟了 而且 我还告诉 我的思想就是这个 唯有经典才是我的思想 我又看了其他的经 那时候又开始 观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这个思想 那就是我找到了 原来我的思想 是佛教的思想 所以我只能 出家去研究这个思想 去传播这个思想 这是我很熟悉的东西 那当然就是你去接触了 就像汽油碰到火 它就会萌芽 所以包括每一宗佛菩萨 包括我们去圣地参访 这些各位都有帮助 八大圣地 四大名山 都有帮助 大家讲到这边 那师父请假 我要去四大名山 看你姻缘吧 姻缘还没到 你去了也没用 有因缘味道 你发心不到那个阶段 所以各位还要相信 一切三宝 护法菩萨都会安排 你做你该做的 本分的事情 不要让我认为 自己可或不可 这样 不要太过于强烈我指 我认为自己可以 所以可不可以 别人 你要参考别人的意见 看法 但是 因缘自然成熟 既然我们相信 因缘果报了 那什么事情 谁也挡不掉 该你活就活 该我们死也会死 该是你的 别人也挡不了 不该你的 拿也拿不来 一切等待 因缘成熟 努力地忏悔 努力地修复宝 努力地精进 随到其成 成佛也是如此 所以这个叫 我们安心 随顺 但是在 目前的岗位 乃至目前的心态 很认真 没有高没有低 反正 就是认真 所以我想 各位也可以打喝水 也可以胡思乱想 在外面散步 是为了风景 晒晒太阳 那也叫浪费时间 但是如果 你在走的时候 是用一个太阳的 悲心 念不动佛 乃至阳光如佛光 然后你这样去进入 那很好 那每天都会让你觉得 花草树木好美 为什么因为 就像苏东坡写的这些水声 什么声 都是佛陀的声音 因为这样去融入了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讲的 禅 禅就是快速的体悟 抓到重点叫禅 禅就是佛陀的心 这样 这是要体悟到佛陀的心 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 出主传恶主 恶主传三主 那么久才传一个 对吧 那因为时代不一样 但是无论如何 找到自己的点很重要 安心的点 以及一个奉献的生命 达成佛教 我已经 这辈子我已经交给佛教了 交给众生了 随顺安排 你叫我做乞丐 就做乞丐 叫我做住持 就做住持 你叫我还俗立重 是OK 因为你接受了 心平静了 如果你心平静了 不平静 今天我才刚出家 为什么我要生病 这个生病跟你的心没关系 那是你的业 那你心还是可以平静 我要出家 他干嘛把我伤害 那你也要接受 所以甚至有些就这样废掉了 有些车祸死掉了 但是对他来讲 如果我们车祸死掉了 你心还平静 你阿弥陀佛 那你就保证往生净土 车祸是宵夜上最快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心不能接受 那时候你会堕落在 中阴甚至夜暴来 一个诚恨心就会堕落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修行人最大的特色 就是安心 以示无真的 安心 但是这个安心 却不是懒惰 却非常积极地 像企业家一样 如何让整个世界 都有我们的商品 我要赚全世界的钱 所以 那这两个要放在一起 一个是寂静 一个是显现多元化 好像是冲突了 却是合为一体的 所以佛法就一直跟我们谈这个 好 有问题吗 自己发表 没关系 我先讲好 你发表太长 或者内容不太好 我就OK 换人 这样就好了 不过 不过 还是客气 反正一定要在这边吃饭 然后我也会发觉 他在台下讲的 跟台上讲的 又不太一样 所以 好在我们 那么多节翻译得非常好 我也可以吸收很多 很好的生命的经验 跟对世界的看法 所以包括 连吃饭也是个修行 所以我已经发觉 东西再少 就讲了东西再少 伦伯切一定会留至少一半 然后就会念老半天 因为这个叫死禅死 那无论如何 在饭前做 在饭后做 都有它的意义 这是个人有个人的习惯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缝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 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不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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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尽量避免用手直接接触环境 社交场合拱手 不握手 也请避免用手直接触碰 眼 鼻 口 用肥皂 勤洗手 像是从外面到办公室或用餐前等 都要记得哦 当办公室空间无法保持空气流通 且接触距离小于一公尺 面对面交谈超过15分钟 可以考虑佩戴口罩 有生病或是发烧症状 一定要立即就医 并且在家休息 保护自己 也保护别人哦 苦难的捕鱼人 在市场里 有一位卖鱼的陈老伯 他每天都会带来一些 或大或小的鱼 到这里叫卖 水产市场里 陈老伯